在暖湿气流和海上平流雾的双重夹击下 中国上海尖早再度笼罩在一片浓雾的大雾中 这场大雾不仅让多个地区的能见度低于500米 当地的渡轮更是一度被迫停航 让许多出游的民众形成受阻 雾很大 然后早上也是下小雨 这样我们也出行也不是很方便 我们也是打车这样来到这边 然后昨天晚上的话也是雾特别的大的 然后那东方明珠的灯什么都看不到了 那如你所见的那今天的雾还是比较大的 雨水也比较充沛 如果想要今天去看三件套或者是东方明珠的话 那今天的天气不是不太合适的 平时晴朗的天气里三件套是可以明显的看到它的建筑主体 东方明珠也是可以看到塔身和塔尖的 但是今天的话只能看到半个东方明珠 我已经半个三件套的这个全帽 虽然大物情况到夏湖有所好转 但还是有部分地区能见度低于200米 上海气象局因此继续维持了当地的橙色大物警报 与此同时当局以调派警力 前往受影响地区协助指挥交通 中国气象局警告 未来几天多个地区会持续下雪和下雨 有可能影响上百万民众的春运行程 好处 好特别 好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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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